收到药师这个职业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 但如果你以为药师主会出现在医院或药局里面 那你就大错特错啦 随着国人对保健商品的依赖提升 还有美容保养等意识逐渐抬头 造就国内药装店一家接着一家出现 相关年营业额更上看2000亿元 也让许多药师纷纷投入药妆店进军药妆零售产业 而身为药妆店的药师除了要了解所有药品用途之外 还要懂得销售医美保健等商品 同时主动的去服务民众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带各位前往屈城市 好好认识一下这间全球知名的连锁药妆店 大家好我是Charlie 是屈城市的人力资源部总监 屈城市立属于长江合计实业 是李嘉诚先生旗下的零售集团 我们呢已经有175年的历史 目前的营运盘图扩及欧洲跟亚洲 全球超过一万两千间店 在台湾我们也迈入第三十个年头 那我们现在的店面呢有520间店 那也可以带给消费者更密集 更专业的服务网路 同时呢我们也依据不同的商圈 有不同的电型设计也希望可以带给消费者不同的消费体验 健康跟美丽一直是屈城市服务的两大主轴 我们也期望借由药室的专业 可以提供消费者更专业的服务跟商品的资讯 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在社区跟一般的消费者建立更紧密的一个服务的关系 不过各式药品推陈出新 保健食品种类琳琅满目 也让药师得面临更多考验 所以我们提供了完整的职钱训练 营运管理训练 销售技巧跟商品的训练 我们也提供多元化的职业发展 可以往营运管理职 也可以往总公司的各种角色去尝试跟体验 现代人消费的方式正逐渐在改变 而药师也不再像以往 仅需提供用药上的知识 工作渐渐的从传统的医药业蜕变成服务业 至于药妆店的药师 一天工作内容究竟还有哪些呢 就请继续跟着我们看下去吧 大家好我是Alan药师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 去尝试药师的工作内容 首先呢一到店我会先进行上货的动作 然后整理排面 看有什么是缺货的商品进行补货 然后也会到办公室先看报表 看一下前一天的销售状况 有什么商品是比较热卖或缺货的 跟店长说 然后请店长帮忙调货 然后下午上完货之后呢 也会重新一些事务性的工作 像是更换陈列图啊 查假查效期啊 退货等等 再来是用药咨询的部分 那去尝试的药师 这时候就是发挥最大的专业的地方 那许多民众会认为止痛药就可以指身体所有的疼痛 像是肚子痛啊 也会有人拿一般的止痛药来想要做全货的动作 但其实肚子痛这方面是要选择专门的肠胃用药 那这部分就是我们会提供它专业上的建议或协助 那像保健商品的部分呢 有像益生菌啊 有许多种类 那我们要怎么帮客人选择最适合他们的益生菌呢 因为有的是针对肠道的部分 有的是针对胃部的部分 那这么多种我们也就是先了解客人的状况之后呢 再帮他们做选择 那到了晚上是我们来课率比较高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专心提供客服 因为很多客人其实都喜欢自己逛 他们不太会主动来询问你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会主动上前问他们需要什么协助啊帮忙 帮助他们选择他们适合的产品 那在药局的部分呢 我们又会提供客人健康检测 像是量体脂啊血压 那我们药室也要担任销售的部分 那销售这一块在药装店药室其实蛮重要的 像是保健商品的部分呢 有一些像我们这一档的活动是两进六者 就可以提醒客人再多带一件啊 或者是哪一天有刷什么卡有比较优惠 可以告诉客人这样的优惠讯息 让客人以最便宜最划算的价格买到更好更多的商品 那像是我们现在有自由品牌的部分 每个礼拜都有需要做展销的部分 向客人推广介绍 让客人可以之后持续的回店购买 那我们药室也会跟门室的人员进行知识分享的部分 在每一档换档的时候看那一档的主题是什么 跟员工进行分享 像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新商品的部分啊 我们会让一般员工知道这个新商品的特色在哪里 那我加入药妆店目前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那这段时间我觉得药妆店是一个蛮有趣的工作环境 它工作环境跟一般医院社区药局蛮不一样的 这里的客人大部分是比较年轻的族群 那我们工作环境也是比较开放明亮的 那我们会常常需要主动跟客人做接触啊询问 那我们也可以以最快的时间获得第一手的新商品啊新知识 那我为什么会加入药妆店的原因是因为 之前在医院的工作虽然比较单纯 但是我觉得比较不适合我的个性 药妆店我们比较有充足的时间可以提供客人积蓄啊服务 那像医院的部分我们可能只有短短几秒钟 就要完成卫教啊核对健保卡核对药品的部分 然后而且药妆店的工作环境 我觉得比较有趣 因为我个人其实也蛮喜欢也蛮爱逛药妆店的啦 所以能够把工作环境跟自己的兴趣结合 我觉得是蛮快乐的部分 大家好我是土土药师 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这几年来的工作心得 心路历程 那我加入居然市大概有八年的时间 那我非常喜欢这个环境 因为它很活泼很轻松 然后步调又快 重点是它可以跟很多人讲话 可以跟认识到很多朋友 所以我自己期许我在居然市是可以当每个客人心中专属的药师 任何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药师植牙中遇到最特别的故事 有一天有个阿姨她戴着渔夫帽 戴个口罩只露出两个眼睛 她自己在逛保健食品 然后我问她说要帮忙吗 她说不用 最后她自己忍不住跑来问说 要是你们的保健食品都不贵 但是为什么我买到的都上万块 那我就问她说 你买那么多这么贵的东西要干什么 所以她说她老公因为癌症 所以有的不孝人是推荐她买很多保健食品 什么都有 从维他命A到Z都有 然后磷脂什么都加进去 那但是吃这么多真的必要吗 我就跟她解释一下说 癌症其实还是要遵求正确的治疗方法 不需要吃到那么多 反而会延误 最后隔了一个礼拜 这个阿姨带着饮料来找我 我就说阿姨阿姨那还好吧 但是这阿姨就说 她先生因为真的吃了这些保健食品 就是不来入住你的保健食品 就延误了就医而走掉了 那她今天是来感谢我说 如果能够早点再遇到你就好了 因为她一路以来 很少医疗人员 就是可以跟她讲这么多 然后跟她建议正确的方式 对她说非常感谢 所以医疗人员居然有这么好的钥匙 所以经由这件事情 其实我也印象非常深刻 我也觉得说可以帮助到这个民众 那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那尽到钥匙的一个责任 第一个 莫忘初衷 我们是钥匙 不管你以前是在医院 诊所或是设计药局 我们都是钥匙嘛 如果我们今天要加入区诊师 我们就要想想 我们这个区诊师钥匙 你能够为人中做人生 这是第一点 莫忘初衷 第二就是 如果你的选择 跟你的决定是正确的话 你就要坚持 因为不管过程有什么困难 我们都要去克服 就是不要改来改去 就是坚持做这件事情 第三 热忱 以前在医院 很多医疗人员 应该都不认同医疗业是服业 但是在区诊师 他绝对是服业 所以需要很大的热忱 我们可能要陪客人聊聊天 然后去了解他的需求 然后去服务他 因为客人要买的 要消费的 就是我们的服务 所以热忱是很重要的 看完影片后 各位是不是也向往成文教宗店的钥匙啊 那么你除了要有相关钥匙执照以外 最重要的是 还要有一个服务民众的热忱 最后也欢迎想当 要装电钥匙的你 一起加入这个行列哦 去财市 就是你